公正平等 买人权基石 DLMFM 我是李凯伦 公正党青年团宣传主任 DLMFM我是爷爷 天马星空我是顺人 好 我们今天讲一个课题 然后大家东府的补选 补选 顶性顶费 但是今天我们的结果出来了 我们先给一给这个结果 在昨天晚上的时间出现了这个 这个得选 这个成绩 人民共正党的候选人 那都是李汪 阿兹 沙 就是旺杰 他成功又夺回了这个巴东普的选区 他以3316张得票击败 得票21475张的国政候选人苏海米 多数票为8841张 明年这一次在巴东普又成功首途的 可是国政在这一次的不选中 主打这个不投票策略 也凑下了在选举 在这个补选当中取得多票率达到73.93% 创下了安华时代以来的新低 他的得票率今天看到是73.93% 那么选举委员会之前的一个预计是80% 然后呢之前的赌盘预计 赌局预计是百分之 他没有预计他说只要是下到70%以下 那么巫统就会赢掉了 然后呢要是76%左右呢 那么公正党也是随时可以崩盘的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得票率是73.93% 是76%以下 证明我们这个赌盘还不是很准的 他为什么会说73点多是新低 是因为在1986年的时候 全国大选举最逊色的投票率也保持在74.82 很显然的这一次的巴东补补选 是很多人都没有投票的 有一部分人是没有投票了 这也是国阵的一个战术了 同时呢之前的公正党 他也选前也做了一个民调 这个民调是测验民众是不是出来投票 结果的是68%的人愿意出来投票 所以现在如今的这个73.93% 还是比预期要高了很多了 我有点就是疑问 就刚才你们所讲到这个投票率低 是这个国阵的一个策略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投票率低 是国阵的一个策略 如果是国阵的一个策略的话 那是否就变成国阵的支持者 都不出来投票了 就是国阵要求他的支持者 都不出来投票 是不是就降低了这个投票率呢 如果作为国阵的一个策略的话 这是国阵的策略 这是我们文章的一个说法 国阵的策略 但是依照我的理解来看呢 因为投票率低的话 他对双方都不利 但是对公正党更不利 对 就是说 所以他说民众不要投票 如果投票率低的话 对双方都不利 对公正党更不利 那么公正党的支持者都听国阵的话 为什么听国阵的话 你是说 就不出来投票啊 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详细的去解释 但是通过安顺补选可以看到 安顺补选他的投票率也很低 但是呢 他不利于行动党的 行动党之前也说安顺补选的时候 我就是看到这个说法的一个逻辑性的问题 如果要他投票率低 是国阵的策略 对不对 那比如说国阵我是国阵的 我说哎 大家这一次 这个补选都不要出来投票 那么国阵的支持者该不该听这个国阵的说法呢 应该不听 国阵的支持者应该不听国阵的说法 那不然他怎么投票 投国阵的话 如果他是投国阵的话 对 那这个公正党的支持者要不要听国阵的这个号召呢 当然不听 都不听 所以所以所以他这个号召是没有意义的 那为什么他的策略又奏效呢 所以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事情 对不对 他号召大家不出来投票 是他的一个策略 对对 这边他他会有一些理由说大家不出来投票 对 你包括 为什么每次安华入狱都是安华自杀来上呢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补选 大家很有信心吗 最好大家不出来投票 表示自己的抗议 对 那么就是说 这个不论你是国阵的支持者 还是这个公正党的支持者 你都听了国阵的这个号召是吗 所以才不出来投票 一部分的人吧 一部分的人 一部分的人 我觉得这个公正党的一部分人听了国阵的号召 也不出来投票 还是国阵的一部分的人听了国阵的号召 他不出来投票 主要我觉得 所以你看到就是分析的时候 咱们别乱说 就是人家的一个说法 咱们听了之后要做一些分析 做一些分析 但分析之后他说的也是有部分的道理的 但同时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疑问也是有道理的 我觉得这个是不成立的 就是国阵号召大家不出来投票 是不不不太成立的 我觉得是不出来投票的人 他就是不想出来投票 不是谁号召他不出来投票 而是他就是不想出来投票 但是我的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有些人会不想出来投票呢 什么原因吗 对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有些人会不想出来投票 这个是我们要分析的 在到时候咱们跟嘉宾聊的时候 咱们就接着就是分析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就是投票率低了 还有呢 还有在这个补选里面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什么问题 补选里面其实还看到了 就是这个华裔物译的选民的数据 是有一点不有分别的 比如说这里的数据呢 总共的选民人数是有71890人 物译选民有70.36% 华裔22.9% 印尼6.38% 还有其他0.44%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他还有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就是如果根据2013年大选的多数票和投票者的比例来看呢 就是继11721张多数票 占总投票人数是63474人的18.47%来计算呢 忘记这次的多数票已经达到16.64% 只比上次的大选少了1.83% 这个就是说这个多数票下降了 对吧 但他的反应的意思是说没有下降多少 这个算法呢 是用比例的方法算 如果是按直观的方法算的话呢 就像下降了好几千票 但是用这个比例的方法算呢 就是说这一届的比例人数 选民人数跟上一届的比例的选民人数的来比较的话呢 下降了1.8% 然后呢 你他又另外一个因素他又没有算进来 那个因素就是说这个投票率降低的这个因素 他并没有算进来 好 那么 什么意思呢 投票率低的这个因素没有算进来 他是人 这个比例 上一届是6万多人 这届是7万多人 按这个比例给你算进来了 对吧 为什么这届是7万多人 其实这不5万多人吗 3万多人 3万多人 选民是7万多人 不是 选民是7万多人 但投票人数是5万多人 对对 这个他没算进来 他只是拿这个上一届投票的总人数 该有多选民总人数来算的 他这个比例是按照选民总人数来算的 不是 这是很好算的嘛 就是上一届我多数票是1万多张票 上一届的总的投票人数是6万多人 然后这多数票除以这6万多人的百分比是18.47% 那么这一届的多数票是8000多张票 然后总的投票人数是5万多人 然后8000多票除以5万多人是16.64% 所以上这一届比上一届少了1.83% 好 不管怎么说吧 就是这个这个总总总票数是多数票数是减少了 对吧 有人分析吗 为什么多数票数减少 应该还没有吧 因为这个新闻昨天才出的 两位两位请分析一下 两位请分析一下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多数票数会减少 爷爷有看法吗 我们哪能在高师面前卖到工 就是分析不出来是这意思吧 我们是尊重你 你不用尊重我 你完全不需要尊重我 听起来讲法的评论 你能告诉我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多数票会减少吗 因为相对的 我觉得相对的因为这个投票的人少了 就是听了国阵的了 是吧 就是这个什么 公众党的支持者都听了国阵的 相对的投票的人就少了 就是公众党的人都不来投票了 就是国阵的人都跑来投票了 是吧 所以这个都是不合逻辑的这个说法 你看啊 咱们在说这个巴东普的时候的 同时前面还有一场补选 就是这个云冰 云冰的补选呢 那个国阵的多数票也减少了 对吧 为什么国阵的多数票减少了 我再请请教两位 这为什么国阵的多数票会减少 这请教 我俩有点受不了 受不了 要做的有点凉 对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给我一个答案 给我一个想法 想法就是说 你觉得为什么国阵的这个 这个投票率会减少呢 主要是 我可以直接说吗 当然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直接说呢 我就直接说 因为我们的国阵 在我们在马来西亚就发生 最近发生了 比如这些 GST是最直接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是 所以直接就影响在这个票数上面 如果你认为 那一单 这国阵的多数票减少了 是GST的话 那GST在这个巴东普 为什么不把 不把这个国阵的 这个多数票给减少 反而去把 这个公正党的多数票给减少了呢 公正党这里的多数票减少 也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为什么又是 阿兴萨出来了 为什么又是他来代替安华 为什么我们补选 就是因为安华的事情 已经因为安华多少是补选了 人民至少 也有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厌倦 那为什么又要做同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 对安华 对万阿兹萨的厌倦 大过对GST的厌倦 所以才都够把他这个多数票给拉下来 这个我们不能够 可以这样做对比吗 我们不能够这样子的一个对比 对啊 因为你的立场主要是 这样我分析一下 你的立场主要是 为什么公正党多数票减少 我想告诉你的是 我想告诉你的是 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些人对那场补选的时候 他要用那个标准去来做分析 对这场补选的时候呢 要用这场的标准做分析 另外一个标准做分析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最爱犯的这个错误 我们应该有一个标准 然后这个标准就是分析 同样的这个两场补选 对吧 我们的分析的方向角度 跟东方日报分析的角度 有些不一样 东方日报分析的角度 就是其实他的 他的词语多 给大家念几个句子 就能够理解 东方日报的报道一个角度了 他说多数票近万张 哇自杀大胜 然后刚才给大家说的数据 说其实比上次大选 也没少了多少 也就1.83%的一个数据 少了2000多票 也不算是那么多 这是东方日报的一个角度 虽然丢了2000多票 也不算是多 但是我们这方面的分析的角度 说他多数票减少了 他就是少了 这是非常值得你关注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 他虽然赢了 但是他减少了 对他减少了 这个就在我们这个补选之前 这是预测的 这符合这个预测 就当时补选之前 就预测这个多数票会减少 那多数票会减少呢 他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明年内部的内斗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这个伊斯兰党 行动党之间 公众党之间的 这个内讧 内斗 这其中的一个原因 第二原因就是刚才 这个顺人讲的 这个原因可能就是 大家就是讨厌这件事了 不愿 有些人不愿意这件事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看到 看到有这样子的问题呢 我们举几个 在巴东普的这个 华裔的选区来看 其中有两三个 华裔的选区呢 在上一届的这个大选 这是2013年的大选里面呢 华裔的这个对对公众党的支持度呢 是达到了这个百分之九十 那就是也就是说 就是对国阵呢 只有百分之十的 十到十四左右的这个支持度 就是对国阵 但这一次的这个补选呢 这几个选区呢 华裔的选区呢 对国阵的这个支持度呢 达到了百分之三十 就是说有华裔票呢 就回流到国阵去了 就是翻了一个倍 就是对这从这个 2013年到2015年 这两年里面就翻了一个倍 所以这些现象呢 就是说明呢 就是之前那个国阵的 这个内政部长叫什么来着 Zahid Zahid他说这个 这风向变了 但是在这个补选过后呢 这个国阵也承认 在这个补选中间就失败了 所以这两场补选呢 其实我觉得云冰的补选也好 或者是这个巴东普的补选也好 对国阵来讲 或者是对这个明年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这个风向标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一个一个 一个什么 一堂课 就是说为什么你们的 在云冰 你们国阵的这个支持率 就是降低了 得票率 这多数票降低了 在这个巴东普 为什么你们明年的这个 支持度和得票率降低了 这都值得你们去研究的一个课题 知道大家去研究一下了 我们现在在线上 有我们的一位联系嘉宾 是YB邓丽康先生 他也是人民公正党的 霹雳州的 迪州区的州议员 早上好 YB YB你好 外逼亲自去助选了吗 有啊 昨天的感受怎么样 感受 感觉好像现场很乱 就是大家都打起来了 有时候有一些小冲突 那个小冲突是 就是个别 个别有一些支持者 所引发的 那都不是 还可以了 还在掌控范围 对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选票结果已经出来了 还是人民共争党的候选人 南杜斯里 瓦斯沙 是成功守土了 那么外逼在 就是这个选 不选之前 有没有预测过 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你是说 这个中选吧 是吗 对 他中选了 中选的确 我们预期 预期是 的确 这个GUD1 是可以赢的 只是说 这个 多数票呢 我们可能 这样看起来 多数票 在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投票率底下 这个多数票 还是比预期中好 比预期中好 原来预期是什么样的 多数票 原来的预期是什么样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 我们在 巴东普 这个 一开始注选的时候 因为选性看起来 比较有点冷 所以我们预期是 我们预期是说 可以过到 可以过5000 那就是不错的成绩 因为我们那时候 大概所感受到的 就是投票率 不会高 不会高过78点 所以就是说 这个多数票下降 是你们预料之中的事情 是吧 对啊 对啊 所以您认为 这个多数票 下降的原因 都有哪些呢 我感觉上 这一次的这个 补选 似乎还 就是说 吵不起 这个 选民的热情 所以 那时候我们就预期说 这个投票率 肯定会比 这个2013年的时候 就肯定会下降 这个投票率下降 是不是主要是因为 国阵的策略 就是号召大家不出来投票 所以这个投票率就下降了呢 当然国阵是没有 没有说 号召别人不出来投票 但是国阵是以一个很 怎么说很 就是比较 比较 就是一个比较 不是这么 积极 比较 比较 可能比较狡猾一点的方式 就不是很 很直接的 交给人不要出来投票 而是把那个投票日 定在一个 星期四 然后是刚刚过了 这个long weekend 这个比较长的 这个假期 所以 这个就是 他比较 我说是比较一个 狡猾的一个方式 就是肯定很多人 因为这个长假 已经回来一次了 然后他就不想 不会再回来 平时 那这个策略 他这个定 这个选举日期的策略 跟这个民众的投票热情之间 是怎么个拉扯关系呢 我会说是两个不同的因素 一个是定的日期 导致有些人 可能之前是想要回来的 但是就是很难因为工作 第二就是这个热情 热情可能就 就是就是很多人 还没有感觉到这个中选的重要性 所以 这一次的这个 一开始吧 那个巴东府的 这个整个选情 看起来不是很热 也的确真的是 没有 没有以前这么热 没有2013年 你看这个投票率降低了十多八点 这为什么那一次会比较热 这一次会热不起来呢 我觉得2013年的时候 那个505的这个选举 它是历史上一个 一次很特殊的一个 类似是朝野权力动员的一个选举 一般普通的选举都没有到达这么高的投票率 88%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打定是说 这一次肯定是不会这么高 因为那一次的那一种 朝野都动员 然后每一个人都会要为了自己的立场 政治立场要投下一票的那种热情没有 因为这个只是一场毒血 这个不会 那时候是有些人要换这个政权 有些人要保住这个政权 大家都觉得这就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一次可能双方面都没有这个 就是没有这种这样的心情 但是你这一场补选 跟这个云冰的这个投票率 和在之前这个德罗云丹的那个投票率来讲 是更低了还是差不多呢 什么对不起啊 我说你这一场补选 就是巴东普的这场补选的投票率 相比就是云冰的那边的投票率 或者是更早一点 就是德罗云丹的那个投票率 安顺的投票率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呢 这次投票率大概70多巴仙 就是更低了是吧 比起之前的投票率更低了是吧 云冰呢 云冰呢 他这是73% 但是比起 云冰有80几个巴仙 那个 我不很清楚 德罗云丹你还记得吗 有多少个巴仙投票率 云冰没有80多 云冰应该也是70多而已啊 大概跟这个巴东普差不多 那个安顺呢 安顺你还记得吗 忘记了 安顺我就不清楚 但是大中普的投票率跟云冰的 是差不多 也是70多 应该记得差 那个记得是吧 所以你觉得这场补选啊 是什么课题的最吸引这些民众的这种 这种投票的热情啊 这在整个补选里面有些什么样子的课题 嗯 个别吧 因为如果是在野党方面 我们主打的还是这个GST 所以这个是肯定是整个补选的主轴之一啊 嗯 然后看起来在很多地方都周小 嗯 但是同时间呢 嗯 嗯 国阵 国阵 国阵就会用他就用比较比如说明年的分裂 明年啊 明年啊 明年有党之间的不幸认 嗯 嗯 还有这个就是伊斯兰啊 啊 行事法 嗯 看起来也是在一些啊 比如说一些华业的选区也有也有一些啊也有一些效果 嗯 但是啊如果如果是说主轴是什么我认为是消费税 嗯 嗯 嗯 所以消费税啊 他对于啊 这这一次忘解赢得的这个啊 赢得首途成功冲队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吗 啊 我认为是因为啊 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是主打消费税 反正国阵方面就啊 他因为 每他就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一些课题了 嗯 所以他并没有形成说这个是比如说伊斯兰刑事法 他没有形成是说整个补选的一个课题 他只是在个别的地方有吵起来这样 但是他不是一个主轴 嗯 所以我认为是消费税 你对这个这一次的补选呢 这个公众党的多数票的这个减少啊 你怎么来分析这件事情 我我我自己这么看吧 这个有几个原因多数票减少 第一肯定是因为这个投票率下降 啊 但是投票率下降十多八千 我们的多数票只是从10亿啊 一万一千减到八千八百多 我认为这个是不错的成绩 啊 但是同时间呢 啊 在一些个别地区的华语票看起来有一点减少 啊 这可能是因为我还没有啊 啊就是去分析这个成绩啊 但是我认为可能是啊 啊 就是有一些华语选民觉得这个 当然一场形势法是一个啊 但是另外一个是觉得可能是明年自己本身内讧啊 嗯 啊 嗯 所以啊 感觉上 他们其实不大有信心 所以就 嗯 把票投去国阵 嗯 啊 但是同时间呢 马来票也是回流 嗯 啊 当然我们认为是GST这个法系法 GST的这个课题 嗯 这个这个 是不是我可以我可以这样子讲 就是说GST的课题呢 对马来人的影响呢 比较比较大 但是呢 这个这个什么弧度一行法和明年内讧的课题呢 对华人的影响比较大 是不是这样子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看来这个趋势在迎宾也是有了 嗯 啊 所以我我认为呃 GST GST就是啊 对了 反反反反过来讲 是不是说这个华裔没有觉得GST有太大的影响力 反而马来人对这个GST有更强烈的这种感受 呃 也也不是啊 我认为也不一定 因为啊 华裔投票率还是 华裔的支持率哦 所以在党的支持率还是七十多八千 嗯 呃 我看 呃 所以 他的回流就是只是那几八千的回流啊 但是 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说啊 就是马来人 马来人就是说 呃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去投给国阵了 对吧 嗯 难道这部分马来人都是相对对GST影响不大的马来人吗 对啊 所以我我我认为很难是说 啊对哪一个特定的族群会影响比较大 因为呃 我所看到的就是可能我我就是我所想到的这个理由啊 回流 嗯 就是因为这样啊 我我可能很难去诠释为对整个族群的影响大还是小 嗯 呃 因为因为我们看到的回流就是那那可能五八千的一个回流吧 嗯 还是说还是说我们整个这个选举生态啊 马来亚下的选举生态啊 就是这种帕迪森的这种选举生态 就是说我我向来就是支持这个党派的他向来就是支持那个党派的 就是中间的这种这种游游离的这种呢 实际上是不是太多的 对吧 只有中间的游离的这一部分呢 才才对课题有一定的敏感度 呃 其他的人呢 对对你你吵什么课题 我我死终的 反正我是明年的死终支持者 在我就是死终的支持者 如果我是国阵的支持者呢 我就死终支持者 所以所以你不论吵什么课题对我来讲都没有没有什么影响 对对一般上是这样啊 就是呃 可能因为一般我们朝野都是在抢中间的可能啊 二十八千的游离票或者三十八千的游离票而已 对 一般上其他的都已经是蛮蛮蛮啊怎么说 对所以所以所以作为一个政党 所以作为一个政党来讲哈 其实我们我们希望未来的选民啊 是中间游离的越多越好呢 还是中间游离的这部分人越少越好 呃 其实呃 不是想作为一个政党 是比较这个从民主的角度来说 当然游离的选民越多越好 嗯 中间选民越多越好 嗯 呃 因为那样的话就 政党不会不会不会说啊 我们说他不会就是说认为 OK 这三十八千肯定是我们的 就是这种游离的越多越好的话 我们我们就像刚刚要要马上要结束的这个英国英国的这个大选啊 工党 那这个工党对保守党就是每每个党都得不到这个这个绝对的这个多数是吧 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理想的一个状态 呃 当然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啊他不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如果游离票多的话 嗯 因为他还是看啊你这个政党能不能够成功啊 迎娶大部分的人的支持嘛 嗯 呃 这好像好像如果 很多个政党都没有办法得到过半数的这个 嗯 的话 证明说就是他们的这个课题哦 嗯 都没有办法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啊 你看我 你看我回过头来看巴东普的这场补选啊 有两个人的票数少得可怜 可能安归金都没有了 嗯 一个就是人民党人民党的这个支持者 人民党的候选人 还有一个独立人士啊 甚至独立人士的得票率比这个人民党的得票率还要来得更高一点 对 但是人民党作为一个也是同样的也是一个左翼的这个政党 对不对 他也是反GSD啊反政府啊什么这这这这一类的东西啊 但是他得票率仍然很低 就说明我们其实并没有这么一个一个氛围 对吧 嗯 因为马来西亚的政策基本上 我自己的看法是说在有真正的一个政党人籍之前哦 我认为这些对小党 对一些独立人士都是不利的 马来西亚现有的选举状况 这个生态 所以除非我们有了一次 政党轮替过后 就可能会出现一些 比如说对小党会比较有利 空间打开了以后 现在基本上大家都觉得 支持在野的 他可能并不是一定 100%认同你 他要换政府 或者支持在朝的时候 他也不一定100%支持国阵 但是我要保住这个政权 所以就变成这样 朝野之间只有两个政党的拉扯 你这套理论 你这套理论 如果去跟这个国阵的支持者 讲的时候 他们会是一种什么反应的 其实我很好奇 对 就是你说 如果不换掉这个政府的话 不换掉你国阵的话 那我们就是没有一个民主了 在马来西亚 对国阵支持者来讲 但我们不是讲那些高官了 我们讲这个普通老百姓了 就是投国阵票的普通老百姓 他们会怎么想 这个这一套理论呢 我当然 当然 不是每个人会接受 但是我是说 我的这个理论 也不是什么特别的理论 就是只是一些尝试 就是有一个政党可以自身的 一直自身 从独立到现在一直自身 所以从整个政府的机关 包括政府公务员的心态 他们认为 这个就是永远的政府 另外一个是永远的反对党 然后那个很多东西就卡在那边 所以整个政府的机关 就禁令于一个政党而已 而他不会把另外一个政党 看成是政府的 就是说 就是他有机会成为政府的 所以一旦没有这种这样的心态 比如说公务员 他一定会有偏差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氛围 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我虽然可能我不支持 比如说共争党的 可是我认为共争党现在是最有 或者民连是最有能力 怎么说 抗衡国真的 我会把票投给他 虽然我不一定认同这个意识形态 或者他的课题等等 所以就认为这是一个尝试 他不是一个也没有什么一套 不是一个很大的理论 所以我如果我遇到国政支持者 我是照这样讲的 照这样讲 但是他们相不相信 这个是他们的事 那我们说回这个共争党内部的状况 这一次补选 我们看到这个 共争党的很多的领袖都在场 包括这个雪州大臣 也到场初选 你觉得这一场这个补选 公正党内部是不是一个 非常团结的这么一个状态下 基本上现在的 现在公正党真的处于一个 可以说是最团结的时期 一个是当然因为我们的党主席竞选 另外一个是 其实自从安法入狱过后 共争党就处于现在这样的状况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 都在抵御外底 就变成内部的这个矛盾 就比较减少一点 所以看起来这个情况 对党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 就是说大家互相就把那个专注力放在 怎样对抗国阵 这个明年三党的这个助选 有出现什么状况吗 在这一次复选里面 其实没有 其实行动党是非常 就是全力助选 他们行动党是非常 怎么说 非常落力 尤其是他们的这个领导层 很多都在巴东坡是全力助选 伊斯兰党呢 他有一部分的这个领袖 是有全力助选 还有另外一部分 就是我们大家也看到在新闻上 一开始有一些 有一些操作 就是大伙要共产党道歉 或者他们的这个青年团说 不要助选等等 但是就没有 还没有形成一个很大的反对的 分浪 就是只是一些小涟漪 但是就足以 其实也是对这个选举 有造成一些冲击 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为什么 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选情会比较慢着 曾经 说了这个问题的时候 曾经马哈迪一汉说过一句话 马哈迪说他不担心 是之前的话了 他说马哈迪不担心 国阵这次有可能取胜 因为什么呢 因为明年内部在闹矛盾 然后伊斯兰党不帮助 公正党竞选 所以国阵就有可能 在这个选区有可能会取胜 这是马哈迪的一个说法 不知道他这个说法 是不是具有一定的分析性 我认为这个只是 一个喊话 因为就算是明年内部内讧 除非他真的是到最后 整个党 比如说伊斯兰党 他就整个党背革 那个我们可能会有问题 但是从 因为他只是一部分的这个领袖 或者一部分的这个当地的领袖 有这样的言论 他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这个问题 就没有办法变成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尤其是这个领导层很快的就把那个火灭下来 这个中央委员会 这个伊斯兰党的中央委员会 所以就他的确对省情造成有一定程度的冲击 可是就很快被其他的课题盖过了 现在就是有三种说法 说为什么这个都数票有些降低 第一个就是他的投票人数比较低 第二个呢 就是也许是明年内部伊党这个内斗 老守派和开明派的内斗 这一三种说法呢 就是说 也许部分的选民已经有些厌倦了 就是因为安华两次入狱 然后他的妻子两次就带他出来去补选 然后就民众有一些厌倦 这三种说法你怎么看 基本上我认为第一跟第二种说法 都是有它的可取性 就是我认为是 的确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第三种厌倦呢 我走在这个街上 基本上也不会有厌倦的感觉 就是选民 而且基本上他们还很兴奋 因为每次这个国家 发生一些大事件的时候 巴东谷的选民 都是站在这个前线 所以我认为 比如说 我就随便这样谈一下 跟那些选民 他们都很兴奋 就是说 可以在这个 这个时期投票 尤其是刚刚发生 这个GST 刚刚实行一个月过后 就是他们都会很兴奋的 说 有这个机会出来投票 所以我基本上 我看不到有人是感到厌倦 因为这阵厌倦的话 可能 因为70多巴仙 基本上也相当高了 这个投票率 只是他没有办法去到说 505的那种热情 因为那个时候 是朝野都共同一起动员 是一个生死之战 这次是没有这么 没有这种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认为第三种说法 应该是不成立的 从我自己的观察了 嗯 明白 好 谢谢今天 今天外比与我们的一个分享 你这几天祝旋也累了 都稀稀稀稀 都发痒了 是 谢谢 好 再见 拜拜 谢谢 拜拜 是啊 是 咱们刚才听到 这个郑立康的这些一些解释 就是在这场补旋里面 就是 他说的是相当的平淡 就是没有什么 特别强调的哪一个点 但是呢 就是基本上 在这个公正党的预料之中了 是 这是在公正党的一个预料之中的 刚才谈到这个 英国的国会的事情 也联系到我们大马一个政治局势的一个事情 如果说是我们有一个政党问题的话 也许情况就不会现在这样 也许有些小党就会被看到了 还是有一些有问题和疑问在里边的 好 我们现在线上 还有我们的另外的一位联系嘉宾 你好 他是吴东强先生 他是吴东强先生 他也是民政党的宾州联委会的秘书 早晨好 胡先生 你好 你好 不知道胡先生昨天的这个整个竞选的活动当中 您参与了吗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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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嗯 嗯 有这次 呃 比 啊 505 2013的505呢 比较那个投票率比较低一点 嗯 所以就是 有可能是工作的关系 可能是在5月1号 有长假的关系 所以很多 选民有可能是 无法带外做的无法回来 嗯 还有这个有可能对 所以整个巴当普的那个补选 已经员见了啦 因为近期巴当普 在1999年到现在已经进行了 细细多多的 几场的补选 所以有可能是 选民也对这个补选 也感到不兴趣啦 啊 所以就是我们感到啊 这次的补选 啊 有一些那个啊 看华裔选民有一些 回声啦 嗯 可是还是不明确的那个啊 高高还没有回 还没有真正的分析 我们有一些些的选民啊 像啊 几个黑区 啊 以国阵黑区 有几个选民已经 有几个撒罗兰 就是投票站 有一些回声啦 嗯嗯哩 所以这去是 嗯哩 在整体上的 无人是 啊 嗯哩 240票 嗯哩 但是在比2013 的505呢 啊 已经有一些的回声啊 就是啊 啊 那个多数票少了2800多票 越圈天 嗯น 这个多数票有的人认为是 投票率低 所以造成的 您认为呢 嗯 投票率是一个因素 所以就是把那个多数票也就拉下来 其实这个是 果正也知道这个是安华区的 安华一个保护区 一个比较所谓安华的地盘 所以在整个竞争期间 其实果正在各成民党 已经努力的来助选了 就是让人 对 有的朋友认为说 这次投票率低 是国正让大家不投票的 您感受 没有这个 应该不会 因为这是民主的一个国家 任何的人可以出来投票 有送一票来 所谓就是来 选出他要的代议室 在未来三年里的代议室 所以这个传言是不正确了 所以就是我们 希望那些 那些 面子书流传那些 不正确的信息是不应该的 我们也要以正面来看待 这次的那个 不选 嗯 你认为这次就是 国正这方面 降低了这个多数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所以 国正 不是国正 不是国正 是明年 就是公正党的多数票降低了 公正党的多数票降低了 你认为 你认为这个公正 降低这个多数票 原因是什么 有可能在 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浮选之前 其实明年的联盟也是有一些的 里面的一个 小摩擦了 就是包括了 我叫党 就是 第一声明说 第一次要出来住选 然后又要出来住选 然后又要住选 这些都是 所谓的那个明年里面的自己的问题 所以整体上我认为 我们也尊重水明的决定 因为已经成绩已经出路了 因为我们也认为 在未来的三年里 人没有看到明年的联盟 在未来三年里 人带来选区有什么的发展 或者任何的政策 在当地里面 那么你 所以你认为呢 结果是为什么明年的度数票降低了 有可能是 国益有可能是 国益的 那个票数有一点点的回升 可是还没有正确的报告出来 有可能是 很多国益是怕了那个 我叫 钻制法方面的那个 那个 法案 通过 第一咯 一个有可能是 我刚才讲了 有可能每次都补险 是补险 大险补险 所以人民对那个 这次的补险 没有 对两方面都没有任何的那个 影响 第一个 不能 赢了 明年也不能自身中央 第二 他们有可能是面对了 这些补险 哎呀 也是安法已经定了啦 有可能是他们也不出来 这些都是种种的原因 有可能把这个 那个 投诉票 拉提了 那么 其中 其中一个 这个国阵会落败的原因 有人说是因为GST的关系 你有什么看法呢 这一点 嗯 整体上 我们在 在 整个 整个 八种区区的 福建 真正我们也有 体会到 GST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因素 其中的因素 从此呢 我 我们也认为 在这方面呢 就是 有可能是在 11月1号刚刚开始 事情了 人民感到非常的压力 就是这个在 什么GST 也是非常压力 所以就是造成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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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阵会 把 爱北的 那个 因素 嗯 你觉得 这一次 这个补选 国阵 采用的策略是什么 用什么方式去 这个 攻击反对党 就是 用什么方式来 就是表现 国阵的 这个 这个 什么 分工危机 就是我们在 在这个 就是我们 因为 毕竟在 过了1999年 安化 当任 国会员 到现在呢 整个选区没有 真正的规划 有真正的发展 来 来 整个区域 没有一个规划 所以就是我们 用把这个 重点来 告诉人民 告诉人民 我们把当府 已经几次 过了16年 都没有一个 真正的一个 规划 而发展 所以就是我们 给一个新人 来 来推动 整个 把当府的 地区的 发展计划 所以就是 我们就是 采用这种的 方法就是 本地人 他是新人 本地人 新人 每天都会找 几次几次 你要任何的 服务 才会找到 假如 他也是一个 年轻 三刚刚 四十三岁 四十岁 四十岁 所以这些都是 我们 推销 年轻 有为的 候选 刚才您说 华裔这方面的票 有一些 回流 具体你能跟我们 说一下 这个回流的幅度 有多大吗 就是我们还没有 真正的 这个 这个 那个 那个 报告啊 还没有真正的 来来 来总结 所以我们就是要 有 有两个 选取 那个 选票啊 就是有一点点的 回流 就是以前是我们拿到的 拿到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 发现率 才 3% 4% 4% 所以这次我们看到 那个回流 大概有 3% 回流 所以就是 3% 所以就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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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 那个 巴当部的 华裔就是回升 就是有一个区 有一些回升啊 嗯 所以就是我们要 等 整个总结之后 才了解 因为这个毕竟 这个趋势 很 很明显 因为98.98% 啊 华裔 嗯 所以那边的那个 那边的那个 那个 票数啊 把火箭票数上 是森林了 就是火役有一点的回神 嗯 那么就是在 呃 呃 回流的主要原因 刚才你也说也 也许是由于异性法的 啊 断制法的一些问题 所导致的 呃 呃 那么就整个在您 呃 相信呃 马华或民政党这方面 主要是在华人选区 在 在拉票员 是吗 对对对 我们就是负责在比较 啊 马华和民政 马华 马华就是火人区咯 嗯 还有一些那是困惑区咯 嗯 包括了有一些 方地的那个 泰国地的那个 啊 啊 选民咯 嗯 嗯 就是我们有负责 那就是 比较有一个 啊 泰国地的那个 我们的 嗯 所以你们的 主要的课题是什么 因为最主要是我们在 去年里面都是明年 明年了 明年的联盟 当了冰州政府 就是很多地方上的那个 包括了 水去年里面 起的四次 就是我们把这个 兴趣搞不理 所以我们去强调 这个是 都是啊 民主的制度 嗯 你们要选水的那方 就是你们去决定 可是我们有这个 权利 我们有个责任 来告诉人民 啊 你们去分析哪个政府 哪个 哪个 哪个党的 来退你们 哪个区 我们把这个告诉人民 就是在整个去年里面 去年里面就是水呢 就是所谓人人每家每户必须要用的都水 可是在去年里面起的史词 在全朝18年的领导之下 18年来起两次 去年起四次 这就是我们告诉人民去分析 你们认为这个政策是对吗 就把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起价的 就是去让我们的那个消费者去实断 所以你们的科技主要是 宾政政府的水价起废 然后还有一些 在去年里面一天原价物都没有 因为在我们全朝国 都有一些人民主物啦 年价物啊 中等年价物啊 这种的各个 各式各种的 Below那个72千以下的这些年价物 所以在民间政府上面呢 就是可负担的反务 就现在在槟城呢 是一千的四百千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告诉人民 就是把这个告诉人民 你们认为这个政策是对吗 但是是不是这些课题都没起作用 主要起作用的是一行法的课题 有可能是在 因为巴桑埔是一个乡村去城市困惑的一个人群 有可能在冰岛 整个冰城呢 冰岛的物价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住在冰岛 卫生那边的物价会比较低一点 所以那边方面乡村比较高 所以他们没有感受到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防务 自己的那个基础的地方 所以没有感受到防务的那个负担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 那告诉人民就是冰州 也面对这种的冰岛 也面对这种的 尤其我们的年轻人 面对这种不能埋起我们的防务的身体了 尤其明年在去308、505之前呢 所取下的诺言都还有事先啊 包括了所谓的那个 虽然是一个小课题 可是这是明年政府在505和308所提论 就是发金的那个制度啊 以前是说他失诊之后没有不要说 被拜六礼拜和公共假提供的所谓 可是现在我们看回来就是 不但没有这个事情那种的制度 反而把这个时间拉长到二顶 所以你这些课题得到了当地民众的一种响应了吗 就是所以就是有可能是 我跟刚才跟你讲 可能是在乡村的方面 他们所用的那个 parking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 parking的需求没有那么多对吗 对对对 所以在我们的频道呢 就是感受得到 尤其在整个频道就感受得到 所以就是我们让他们了解 有可能他们不会去体会到这个所谓的痛苦啊 所以就是有可能在这个方面我们就是得不到他们的回想啊 就是只有华人区他们能讲的那个那个回教战士法是非常一个影响到整个活色的我们的一路来的生活的习惯 所以他们有有的我看我们的演讲的时候有看到一些我们的 有一些的回应就是正面的回应就是这次来的我们真正的我们的怀疑受到回教户的生活就是非常的危险 明白 好谢谢谢谢今天的胡先生给我们的分享 谢谢 祝您 发展不发展是一回事啊 这个就不符合咱们之前所讲的那个这个原则 就是说呃我们应该是民主不民主或者是这个你选谁不重要重要谁能帮我们这发展经济啊 这才最重要但是这个马来西亚人不这么想马来西亚人想法就说我喜欢谁就选谁发展不发展是另外一回事啊 呃呃呃这个这个就是这个马来西亚的一个现现实的这个这个情况啊 那我们呃最近刚刚就过了这两场的这个补选啊这云斌的一场补选 呃这是巴东普的一场补选啊这两场补选呢都没有改变这个当地的这个呃状况啊 呃比如说云斌的这场补选呢就是还是国阵赢了多数票降低 同样的这个呃巴东普的补选也是这公正党赢了也是多数票降低啊 这是没什么差别的一个状况呃呃这样一来接下来呃 呃倒是呃就会有一些问题我我我感觉了个人感觉有些问题什么问题啊 特别是这个明年内部的这个问题会出来那我我我们看到就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呃 伊斯兰党在这场这个补选里面的这个作用啊 嗯我们看到主要是这个呃 呃都跟派的就是曼萨布这个属里主席啊 在呃助选接这个权力的这个助选 但他也谈到了就是还有一部分伊斯兰党的领袖都并没有跑到这个地方来助选 嗯那包括呃党的主席啊 其他的一些副主席啊等等的也没有跑过来助选 所以所以就是呃这是其中的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我们看到就是旺杰呢是可以这这次的就是当国会议员了 嗯啊当国会议员的话呢就是很可能呢他就是国会反对党的领袖了 但旺杰曾经就做过国会反对党的领袖 啊那这样子一来呢这个呃阿斯敏想做国会反对党的领袖的这个想法呢就给要推一推了 嗯啊就不要那么着急了你就挪后一点 嗯对吧啊挪后一点你还年轻吗 就是你比旺杰年轻多了对吧那你就就挪后一点 呃当然阿斯敏呢可能也他自己想法就是没关系吧 我年轻然后我又是周周大臣对吧 这个主要的资源还是我掌握的 呃这不是一个问题我们中心中心的希望呢 公众党呢就像刚才这里刚所讲的那样 大家这是史上最团结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 嗯对吧啊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呢 呃中心中心的希望呢这个麦萨布就是这个呃 这个伊斯兰党的处理主席在即将到来的六月份呢 这个伊斯兰党党党党选里面呢 就是说不说去呃就是做到这个主席的这个位置 要至少能够维持住他的这个这个熟理主席的这个位置 啊那这样子的话 额豆根派呢就啊还能留点心火 至少在这个伊斯兰党里面 嗯这也是我们中心的一个希望 呃希望了 然后同时呢呃通过这场补选的话 呃可以注重注意到两个课题是比较起关键性作用的 一个是就GST消费税的课题 对于国阵的影响很大另外的一个课题就是异刑法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一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